哈囉大家好 我是Tommy又見面了 那又到了我們月智的環節 最近看了台大的影片 也對這附雷龍蠻有興趣的 那之前聽很多史卡玩家在講 雷龍其實也是一套非常不錯的牌喔 不過他因為自己很容易會有手砸事故啦 最主要就是有時候老雷龍會卡手 其實沒有動點 或是說老雷龍抽太多的話會動不起來 但扣掉這些要素來看的話 其實他的先攻終端非常非常的強勁啊 特別是這張現衣的超雷龍 非常的好跳出來 而且他一跳出來的定場啊 就可以封鎖對手的減鎖手段 除了抽牌以外的方式 對手不能把牌從牌庫加到手牌喔 基本上非常非常多的牌 只要被這個超雷龍定到 整套牌就會動不起來 所以非常的強勁 那額外的另外一張雷神龍也非常好出喔 而且本身就有3200的打點 然後還可以有炸卡的效果 所以呢這套牌的終端我覺得是非常厲害的 那也非常推薦給新手可以來嘗試看看 那這次呢實況中也特別請來了 我們台大南童俱樂部的總長RJ 來帶我打個幾把 那後面就是放我的精華啦 這邊主要就是把這個牌庫貼起來給大家分享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原本的額外呢 是有放一張L4的神功喔 那他自己本人也說根本用不到 所以我換成了這個雙胸的騎士 但是基本上打下來啊 先攻還是定超雷龍跟雷神龍 基本上就很足夠了啦 整部牌呢我覺得對於現在的環境來講也相當適合 如果想要拿去打比賽的話也可以考慮看看喔 因為他自己本人也是有在六十四強的比賽裡面 用雷龍拿到冠軍過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一下實況的精華吧 黃金貴吧 只有這個東西 也只能黃金貴了 也只能黃金貴了 你說最簡單的那個嗎 可以看一下 想一下 可以想一下 喔為什麼 不是移這個抓鳥 然後那個 因為你可以 你可以技招掉啊 應該是 移雷獸跳雷電 技招雷電 然後雷電抓那個吧 雷電抓 老雷龍或雷鳥吧 移雷獸先特招那個蛋吧 欸跳蛋吧 跳蛋吧 欸不要 不能跳蛋啦 跳蛋你那個雷電下不去 欸對耶 你只能 你只能移雷電 你只能跳雷電 然後把雷電技招掉 好 跳雷電 對應該只能跳雷電 然後犧牲招喚 把他技招掉 對把他技招 欸也可以下手坑啦 兩種 一種是把 我覺得留手坑好了 把他技招掉吧 從場上送木 對 然後就可以剪卡了 剪 剪老雷龍吧 剪老雷龍 應該剪老雷龍 然後 老雷龍抓兩張 直接 手抓兩張喔 對 直接抓兩張上手 對 因為你要發天連陣容的效果 直接再抓一張 然後出天雷 然後那個雷電出超雷 他是要 呃 除外手上的 除外 除外手上或場上的 或場上的 你就除外一隻老雷龍 然後 然後 雷電出超雷龍 然後 雷電出超雷龍 都堆下去 照你目的就有續航了 強 照你蠻強的 因為你G 不會中指名者 對 因為天雷電出超雷龍 會 一定會 一定會 我會 直接那個吧 看到這個 我應該會直接 寶超雷龍 我用天雷電出超雷龍 直接寶超雷龍 這沒差 這沒差 有差 因為你雷電沒撿到 喔對 你沒賺到牌 對啊 你沒賺到牌 虧 好吧 啊 那這個宋木 要開G了嗎 沒事 等他那個 等他起掉 起掉的效果再開 自己回合開也行吧 都行 可是我覺得 你要先抽吧 先看抽什麼 不是牌張數太少了 沒有叫什麼變化 對啊 對啊 我就要先 我就要直接那個 待會兒起跳會直接抽吧 起跳會直接抽一張吧 不然手還 很慘 剛看到黃金青一定就會先把雷電移掉 所以你也不知道啊 可能是龍女僕 說實在 對啊 可能大概八九不離十是黃金青 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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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手上兩張 不是很強的貼紙 是爛一點的那種 對啊 是怕他手上還有盜墓者 這樣雷龍龍河等下被移掉就跳了 剛剛天雷的這個 可以多撿一個資源 先移出雷電就可以撿資源了 阿我們叫得出光零石嗎 他目的現在沒有光 沒有東西吧 他目的空的吧 他只能搶目的喔 他不能搶場上 不行不行 他只能搶目的了 令殼怪都只能 他沒有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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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殼怪都只能幹目的 沒了 黃金櫃 牌組還有雷獸嗎 有啊還有一張 我們剛有吸毒嗎 沒有 沒有 沒吸毒 那都還有啊 那 那 撿那個吧 先發雷龍龍一下 我撿卡吧 他是一張那個 左邊引之吧 藥吧 左邊是藥吧 左邊藥 右邊是炸牌嗎 還是也不是 右邊不知道 右邊是手蓋牌 要讓他送下去了 大概率是騎兵或反之吧 我覺得撿雷傑好一點 怕騎兵 雷傑吧 直接抖好 直接搞他好了 好弄他 特招 先跳下來 先攻他移出 把雷電移掉 把雷電跟老雷龍移掉 老雷龍 天雷也可以嗎 把老雷龍移掉吧 把老雷龍移掉好了 老雷龍 老雷龍等一下 應該要洗回去 待會會雷龍龍河洗回去 然後再移這個 雷電嗎 對對對 雷電 點雷龍龍河吧 我 欸 是要撿雷獸啊 還是要撿雷龍河 還是要撿雷龍河 如果他有沒有雷獸啊 怕下一個Loop 沒辦法 沒辦法做 先開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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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蛋是加工的效果 喔 會不會中貼紙 感覺是反制耶 賺4千啦 那沒有辦法 打4千了 還是可以做耶 你那個蛋直接貼雷傑 會超過他吧 500加 雷傑是加300吧 對啊 變3千6 3千6 3千6打得過啊 直接戰破他啊 所以我就直接進戰 我可以進戰階再打對不對 可以可以可以 你可以進戰階 你直接進戰階吧 你要 欸 喔那個雷傑是必加 是不是他一定會加300齁 他必發必發必發 喔 那就沒差了 有喔 他一直在這邊 抖動喔 大100 喔強耶 幹好強喔 戰破 發效果 撿一隻雷樹 我要移 雷傑還沒發過對不對 這回還沒發過 隨便移吧 移那個 啊 你移超雷龍或 欸都可以啦都可以 你也可以移 你等一下要撿的東西 都行 等一下說不定有機會 他留下來可以做牌 都可以啦 其實差不多意思 這張都可以 這張都差不多意思 直接撿雷獸吧 雷獸要開效果 雷獸把出外區的 開效果 把出外區的雷龍都會撿回來 出外的出外的 不要撿墓地的 出外出外出外 剛剛出外的出外 對對對 出來的 一尾只能發一次喔 開過了對不對 對對對 一尾只能發一次 喔被神圈這樣 也是算發動成功 他是使用 他是使用 他不是發動 他是一對一度使用 喔 很細喔 遊戲王 幹很細喔 蓋一張炮影換人啦 嗯 可以蓋 都行 就蓋了 蓋就換了 對 都一樣 蓋就換了啦 他怎麼用死書的 他點錯了吧 他怎麼用死書的 他給機會 這個 他不讓我們偷欸 他用爬的就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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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爬的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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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嗎 會死嗎 不會死啊 不會死啊 應該不會死啊 他那個3500的是 防破壞 可以被炮影 剛效破 沒有沒有沒有 炮影他還是一樣的攻擊力 可是你炮影可以炮影那個 炮影大的炮 你一定不會死 對你一定不會死 這回合應該不會死才對 怎麼會 他又抽到黃金青了 他這邊如果抽到黃金青 或成就輸了 對手 我覺得雷電沒撿到 其實好像差蠻多的 就小細節 差了一張卡 可是他現在這個 熔岩魔神或是那個 壞獸 其實蠻多的 他剛剛還收到還抽一張啊 有可能會有從大火第二張弩焰 炸後台吧 炸前台吧 為什麼他把前台掉下去了 我說 希望他炸後台 對啊 希望他炸後台 這樣不會死嗎 炸炮炮你也是會死 差不多意思 好像還是會死 他開兩張弧啊 那麼多都還在 他開兩張弧 那麼多就送他吧 欸對耶 啊弧的那個 會減半嗎 沒有嗎 那是 那是金錢 那是金錢 欸 他這樣你會加三百耶 那個只要 怪獸效果發動就會加血 就會加攻 他這樣打不過來 欸 他怎麼那麼強 怎麼那麼強啊 他怎麼那麼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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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打石卡 是不是會忘記 他只會加一次 你只會記他一次 應該不會有人記得嗎 應該不會有人記得吧 應該不會有人記得吧 怪獸效果 他只要發怪獸效果就會加 他應該不會留在場上 他應該不會留在場上 他很少會留在場上 他很少會留在場上啦 欸你這樣等下還可以做牌欸 洗一張回去 他打不過來 他變成大炮才打不過來 他算三張 可以跌到11階 欸他還有喔 可是這樣少100啊 這樣也不會死啊 可是這樣少100啊 2000加24 哇靠 他大炮是手臂欸 他沒辦法疊上去欸 他沒辦法疊上去欸 應該可以啦 他只是先跳手臂而已 應該可以啊 可是少100啊 不會死欸 不是他這樣子 他還有另外一隻喔 太誇張了吧 欸他這樣子還有 他真的有欸 他真的有欸 他什麼都有欸 這張還是少100啊 那個只能打怪獸啊 那個不能再敲頭了 大家看 你就看最後一張啊 他後台的樣子是不是可以 欸喔 他還有是因為 喔 那個壺是隨機儀是不是 不是自己選 不是自己選 喔是隨機儀 金千才是 金千才是自己選 欸他有鐵砲 欸為什麼 太強了吧 為什麼他在台頭 不是這三個欸 欸他 自選喔 他自選欸 衝掉 好猛 他以為是自己選的欸 他以為是自己選的欸 可以蓋什麼啊 他還可以蓋那個 一張藥 藥 應該還有一張藥 藥沒敲了吧 蓋一個魔法 喔喔喔 已經沒用了 太強了 阿怎麼還要過這隻 怎麼還要再過這隻鋼彈啊 怎麼還要過這隻 我們 有多張雷獸喔 阿怎麼 阿怎麼 阿怎麼變這樣子 欸我們這樣 可以吧 這樣有機會嗎 有機會吧 應該可以吧 想一下 先B一燒吧 對 先開融合直接把它比掉吧 用蛋把它比掉 直接開融合 直接開融合 沒有用老雷爪 把老雷爪吸回去就好 喔喔喔 喔對阿 喔喔喔喔 直接逼他 來了喔 老雷爪 超雷要吸 超雷等一下還會再用到 剛好三張 欸但是老雷爪 對吧 不然我就會炸了嘛 他會直接 他都會燒 他會連鎖你的燒 所以 你就是把他 你先逼掉再說 對 先逼他燒一次 對 先逼他燒一次 老雷爪 原本的 原主 原主的 原主的 這一棟他一定要燒 這一棟不燒 這一棟不燒 就沒了 這一棟不燒 他口就破開了 這邊要不要直接 這邊要不要直接把 把天庭奧義解掉啊 想一下 那待會還是 待會還是再出一次 一樣吧 可以可以 就給他燒 不用不用 給他燒 不要發 不要發 就被燒掉就好 我這邊在丟 我是可以直接用超雷龍炸他嗎 對 其實可以用雷神龍炸他 可是沒差 不用不用 阿這也不用拿兩張嗎 拿一張就好 不要拿兩張 拿一張就好 這應該死了吧 那個不是不是 雷龍融合效果 目的的 鳥可以再 撿雷龍融合 沒有 不行 鳥要把雷電跳回來 他可以 就可以變成超雷 那個變超雷龍 死了吧 應該死了 跳雷電回來 不要 然後雷電變超雷 等一下我也再出一次雷神龍 因為可以接觸 你說用 有一個融合怪 然後接觸融合怪 用正規 對對對 用正規的接觸 然後讓他發效果 再撿一張 這好像沒差 整套都發過效果 不要撿那個 不要以最遠處的 撿那個蛋 撿蛋 撿那個蛋 撿那個蛋 這個蛋可以多發 是不是 沒有 只是因為你沒有七點點而已 只是因為你沒東西撿 然後 你點人外 不要點那個 我可以直接再合 這樣子 他是可以跟 這一下戰夠不夠啊 這樣子打三千七而已 沒有吧 那我丟雷獸 再拉人家出來 link 什麼的 不行嗎 那個那個 超雷龍跟 超雷龍跟雷獸接觸出雷神 然後 雷獸把老雷龍拉出來 然後 下蛋跟 那個出 光靈死複和黃金青 然後探發效果 連鎖雷神龍把天鳥炸掉回殺了 所以我現在是除外雷獸嗎 對 除外雷獸跟 超雷龍出雷神 然後 雷獸龍把老雷龍拉出來 把牌組的老雷龍拉出來 欸還有另外一隻喔 都行 那沒差 沒差 沒差 都一直一樣 這沒差了 這都贏了 然後召喚彈 然後下彈 對對對 然後開效果 然後炸掉 呃 都可以 都可以 你架到不是直接 你架到不是直接 站著加攻擊打就是 架到不能站攻擊 架到不能站著 然後出光靈死 死了 太強啦 用到啦 光靈死 OK 我們把黃金青 細節把黃金青拉上來給他最後一集 用他的怪給他最後一集 細節 欸 我要拿鋼彈 OK 鋼彈也不夠好 什麼都可以拉 太強了 有動畫 OK 100血 絕地反殺 喔 好像很強喔 唉唷 有喔 左衛太強了 太爛了 如果沒有放光靈死的話 正常的那個 沒差 那個隨便出一個靈可怪 打點多夠 出一個靈可怪 應該也可以過吧 他只有3千8而已 對啊 就打點多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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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